全部只有高嘉瑜的贏 何提高嘉瑜到碧山言祈福 赖清的这话不只要讲给支持者听 就看能不能传到几公尺外的 无心带而立 跟他讲的不一样 我们是二位数 而且持续上升之中 而且我认为他的资讯 可能下面给他的人有点错误 那不知道是不是高嘉瑜委员 这边给他的资讯 现在连赖副总统都要攻击 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已经是走火入魔了 少了上回直接踢馆 面对面的尴尬场面 两人同场保持安全距离 无心带在助理陪同下发竞选小户 另一边高嘉瑜和赖清德 全程黏紧紧 不管是公都门口袋国会 动保团体司法团体 都凭借他为第一名的立法委员 那第二个呢 他也是积极争取地方建设的委员 至此说过的话 受访再重复一次 赖清德替高嘉瑜背书 谁才是郑律军 高嘉瑜在立法院的表现 没有任何一次违反党团的决议 这个其实也是错误的 因为目前已经证实了 他不只有跑过票 而且还因为这件事情 被民进党党团罚款过 高嘉瑜一直以来都是 跟从党团的决议 这个是毫无疑异的 为了选举可以这样没有人性 而且一再说谎 赖清德的一席话 意外替港湖双输 开辟新战场 进去的黄欣 林玉成采访报道